恩典365 365天 天天一起活在神话语的恩典和大能里面 求主帮助我们 每一天可以荣耀神 我们读代理 在代理身上学很多的功课 代理 他认真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认真的过日子 认真的工作 以至于他可以在工作当中荣耀神 以至于换了四个老板 每个老板都重用他 因为他的表现就是好 那个还不在于他的能力 他的资历 他的各方面所有的先天条件 更在于他的一个态度 态度真的绝对一切 求主施恩帮助我们有一个对的态度 我们昨天讲到说 代理身上有一个态度是他做事很忠心 不只是表现由于业绩很好 而碎碎便便 不 他有一个很好的态度 就是认认真真的 忠心是什么呢 我们在讲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 忠心是一个忠于所托 这个人是可以被托付的 圣经讲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忠心 而且什么样的事上忠心呢 有啊我大部分事情都很忠心啊 可是圣经里面讲到说 一个很棒的一个忠心是什么呢 是在小事上忠心 耶稣讲在小事上忠心的人 主人就可以把大事托付给他 小事 很多人都觉得 有啊我大部分做 可是这种东西没有关系吧 这个让他过去吧 可是你相信吗 真的很多的时候主管在看人 就是在看 大事上大家都很认真的 尤其今天这个社会竞争的这么厉害 在大事上谁敢马马虎虎啊 马马虎虎很快就被淘汰掉 马马虎虎很快算就不续聘了 马马虎虎每一次裁员 第一个就就被裁掉了 所以大家大事上 大概都是静静一夜的 可是这个人为什么能够脱颖而出 常常是不只大事 连小事在很小的事上 他的认真 你相信吗 世界上的人在讲说 人在做天在看 是人在做神在看 人在做你的老板也在看 学弹一灵 学圣经耶稣给我们的提醒 不只是中心 而且是在小事上中心 我在教会里面有很多 我的一些同工 学习组 把一些很好的同工给我们 中间有一些神学生 他们在我们教会实习 那他们在实习当中 每个都很优秀 真的每个都很优秀 有很好的条件 每个表现都很好 我很感动 但中间有一个人 他在做实习神学生的时候 我就特别注意他 为什么呢 他们做神学生的时候 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机会 可以讲到 可以查经 因为我们教会的团队很大 所以他们其实没有那么多机会 他们要去做什么 打字幕 别人在唱歌 那个歌词要打在投影机上 他们要去打字幕 我常常观察 这件事情对一个神学生来讲 是小事 我受这么多装备 难道到教会来 只是打打字幕吗 照着歌词 我连上台带敬拜 做敬拜团都没有 只打字幕 可是这个人很不一样 有一些神学生 不太愿意做这样的事 觉得 我被呼召 又不是来做这个的 有些人做 好好做 就马马虎虎做 他们不一样 我观察到 每一次是他 字幕跟诗歌跟得紧紧的 不会人家已经唱到下一句了 他字幕还在前面 而且 常常 字幕打错了 这个字打错了 我们聚会有两堂有三堂 第一堂 这个字字幕错了 到了第二堂 他立刻改过来 也有的人 字幕第一堂错 到第三堂还是错的 都是同一个人打 他就没有去改 不认真 这个人 字错了 他就改 他就会去修 然后每一个字 跟得准准的 没有delay 没有漏掉的 没有错失的 我注意到这个人 今天他成为我 非常重要的同工 其实从神学生开始的时候 在很小的世上 打字幕这样的小事 对很多神学生来讲 说我不屑于做这样的事情 可是他认认真真 小事上忠心 你的主管 我还是说 人在做 神在看 不但神在看 你的主管也在看 小事上忠心 主啊 谢谢你 圣经真的不只是讲天上的事 圣经也教我们怎么每一天过日子 圣经教我们怎么样在办公室里面生活 做事 谢谢你提醒我们 小事上就要忠心 谢谢你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在祷告当中 主有没有提醒你 哪些小事 你需要跟人认真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